欢迎回来这里还是非常好看的猛牛村三种营业风云榜我是大佐 那其实呢前段时间因为这个解约问题啊 一直跟自己的老东家SM公司在斡旋当中的韩庚同学呢 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了 很多人很好奇哈 他在北京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 独家镜头带你走进韩庚的窝居生活 退去明星光环的他私下里究竟是个什么样 韩庚解约风波后首度面对媒体 无死角跟拍八小时 解开不能说的秘密 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韩庚 没错了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人气王韩庚在北京的家了 是不是觉得完全不像一个明星的家呢 虽然回国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但是韩庚还没有在北京购房之夜 而是租住在北京旺京的某小区内 或者和很多上班族一样的窝居生活 这我租的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喜欢回答 所以就凉水一天我们足够了 房子虽小却是五脏俱全应有尽有而且被韩庚布置得十分文心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 从中不难看出韩庚私下的爱好咯 这是龙龙 这是龙龙 其实白天人一多他就会怕 就是白天他会睡觉 你也打扰他会咬人 咬过你吗 咬过 好多书啊CD DVD我愿意看那影 所以DVD有很多 这个是那个 Muffin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演唱会的那些棒 还有编整个演唱会的那个舞蹈 编导 舞蹈编导 就是他们的签名所有 里面这个舞蹈 他们给我编导 还有半个也给我半个 那就是接着吃的 跟很多明星一样 韩庚的小家里当然也少不了衣物兼龙 这里收藏着他所有的宝贝 服装 视频以及皮包等等 这么多皮肠皮 这是几千的 有两千的 有三千的 你是平时不得多玩的 对啊 反正就是那个皮肤 忙碌了近两个小时 韩庚一切准备妥当了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发布会现场 临走前 韩庚还不忘检查一下房间的店员等关了没有 太高了 需要 我可以 这些还要剪辣椅 不要浪费 要清晶 环宝 要清晶 环保 我连续要连续出的地方 知道了 连续出的都挺好的 那家连续 寒羹解约风波后 首度面对媒体 无死脚跟拍八小时 解开不能说的秘密 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寒羹 我发给我发信息 儿子 当天不但有亲人助威打击 韩羹圈中的众多好友 也是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而且一直非常提携韩羹的何炯 也专程赶来为韩羹站台 担任了发布会的主持人 虽然是身经百战 而且是第三次做新闻了 但韩羹还是略显紧张 当天发布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莫过于韩羹解约关系一案的 首次公开声明了 根据中国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 无论是一省还是二省 都是有明文的法律规定的 但是在韩国呢 它是没有一个明文的法律规定 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遵循一个先例原则 他们签的是同样的合同 一个模板 得出来的输送的结果是无效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法律是公正的话 我们相信应该也会说出同样的判决 作为在韩国出道的第一个中国艺人 韩羹在2001年韩国SM公司选秀中脱颖而出 并顺利签约 前往韩国开始了两年多的培训 2005年 韩羹作为韩国SM公司强力打造的13人组合 Super Junior中的唯一一位中国成员正式出道 迅速红遍亚洲 韩羹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承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压力 韩羹自跟随Super Junior出道5年以来 基本上没有休息过 长期不间断的排练 通告让韩羹的体力严重透支 而合作中的摩擦和不受尊重 也是让韩羹痛下决心 提出解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之前没有SM公司的话 我也不能走到今天 说能带给我这一切 所以很感谢他们 只是说是有一些理解上的东西 还有配合上的东西 默契上的东西 还是有一些摩擦 其实在韩国这样的官司不在少数 通常长达十几年的合约 被称为艺人们的卖身器 这样的合约本身